接着来关心意大利政局 虽然意大利总理孔帝上个星期成功逃过被罢免 但孔帝星期二正式递交辞呈 试图重组政府以寻求更多党派力量支持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办公室发声明证实 孔帝的辞呈不过总统保留决定权利 要求现任政府暂时继续执行日常事务 并将从星期三开始和意大利各政党领袖磋商 商议组建新政府 如果磋商失败 马塔雷拉就得解散议会提前大选 孔帝政权在前总理伦齐领导的活力党 退出执政联盟之后陷入危机 虽然孔帝在上个星期的两个信任动议都逃过了一劫 但弱势的政府对推行的政策带来更多不确定 因此孔帝才会试图通过辞职争取组阁权 争取议会多数优势 建立更稳定的政府 优优独播剧场他地方 正